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带着刘翔来到机场过了安检 他并不打算再留在钱州市 他也不是第一天做招商工作了 以前在南疆的时候 他就见过很多因为招商而产生的摩擦和争斗 钱州市能够在短时间里找到自己的住处 那要给自己在这儿制造一些麻烦也是易如反掌 再说了 要争取项目不一定非要明刀明枪的稿 有时候桌子底下的工作才能起决定性的作用 找到登机口 曾义和刘翔找了位置坐下 等着航班的登机通知 曾义这个时候掏出电话 拨给了马恩的父亲 他说道 马伯伯 我是曾义 现在有点事情需要我回去处理 我现在已经在机场 特地打个电话向您道别 马恩的父亲一听就急了 哎呀 曾县长 怎么这么匆忙啊 我和马恩他妈妈都已经安排好了 晚上请你到家里吃顿饭呢 菜都买好了 曾义呵呵笑了笑 下次吧 相信以后会有机会的 哎呀 你看这事闹的 你千里迢迢的过来 本身就是为了我们家马恩的事情 昨天又治好了他的病 我们却连一顿饭都没有招待 真是太失礼了 曾县长 你是几点的航班呢 我去机场送送你 曾义又笑道 不必这么麻烦 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 就不折腾了 其实把诚意带到 我这次来泉州就算不需此行 能够认识马伯伯一家人 我很高兴 马恩的父亲在电话里顿了顿 最后还是说道 项目的事回头 我会帮马恩把把关的 他这个人比较糊涂 曾义就说 泉州市的一些做法我可以理解 至于马博士的苦衷 我也能够明白 我这次到泉州 除了非常看好马博士 这个项目的价值外 也是不想看着这么好的一个项目 荒废在不懂行的人手里 本来还打算向你们介绍一下 我们的全盘运作计划 现在看来可能有点不太现实 但作为一个朋友 我还是有一条中心的建议 不管马恩博士 最后选择把项目留在哪 如果当地政府 无法拿到这种世纪的生产批文 还是希望马恩博士 最好不要轻易把底牌交出去 给自己留一条退路 总是没有错的 马恩的父亲非常感激的说道 曾县长 谢谢你 你的建议 我会牢牢记住的 说实话 马恩的父亲 这个时候也正在为 泉州市的这番正式犯愁呢 他不想答应 可又无法直接拒绝 而曾义的建议 正好给了他一条解决的办法 只要泉州市 能够帮助马恩 拿到这种世纪的批文和手续 那就把项目留在泉州 否则就无能为力了 刘响坐在一旁 这时候不由得好一阵思索 难怪老板会决定提前返回呀 原来早就想好了办法 老板既然敢对马恩的家人 提这种建议 那肯定是有办法拿到批文 虽然不清楚医药行业的规矩 但刘响也不是没见过世面的人 面对这么一种全新的事迹 卫生部的专家 也比泉州市找来的那些专家 好不到哪去 出于谨慎考虑 任何人想要拿下生产批文 都会难于登天 只要拿不到批文 泉州市领导的心就是再热 那也只能是干着急 增议 增议对许老还是有了解的 许老可以为了马恩的病去联系一下京城医院的大夫 这是无伤大雅的 但他不可能为了一个事迹去帮马恩讲话 许老从来不干涉许胜荣的工作 更不可能拿许胜荣的政治前途开玩笑 也就是说 前周市想拿下这个事迹的批文 只能正儿八经的去卫生部走流程 一个事迹的批文从申请到排队 再到走完流程 没有大半年的时间绝对拿不下来 那个时候 马恩还能不能有耐性再等下去都很难说 毕竟专利是有保护期限的 等过了期限 马恩可就什么好处都没了 再者 增议每个月都要和许老通电话 了解许老的身体状况 如果许老知道增议也在争取这个项目 那这屁股就算不坐在增议这边 也不可能坐到毫不相干的前周那边去 顶多就是两不掺和 前周有他们的优势 但增议也有自己的优势 两边真要公平竞争的话 增议的迎面反倒更大一些 回到东江 两个人直接返回封庆县 第二天增议刚上班 副县长刘洪民就跑了过来 哎呀增县长您可算回来了 增议指了指面前的椅子 笑着说 洪民同志有话坐下来说 刘洪民在椅子上坐下就开始告状 增县长 财政局的苏党生实在是太不像话了 同样都是您签的字 开发区的王东根去财政局领钱 三千六百万呢 苏党生眼睛不眨就全批了 可等我去的时候 他就说一分钱都没了 让我等一等 你说这像话吗 难道我的工作就不重要吗 增议示意 刘洪民稍安勿躁 不过他的眉头也是皱了一下 这个苏党生必须尽快拿掉了 他说的 洪民同志不要激动 我先找党生同志了解一下情况 刘洪民还是恨恨的说 当初你劈这笔钱的时候 他就推三组四的 增议摆了摆手 拿起电话 准备把苏党生叫过来 自己强调了很多遍的事情 他也敢故意制造困难 他刚拿起电话 秘书刘响敲门进来 曾县长 财政局的苏局长来了 说是有很重要的事情向您汇报 看样子很着急 曾义把电话一放 让他进来 不带一会儿功夫 苏党生进来了 正如刘翔所说 一脸的焦急神色 往曾义面前一站 神态有些不安 刘洪民当场就发飙 直接质问道 苏党生 现在当着曾县长的面 你给我说 我那个项目 到底是不是曾县长的签字 你为什么不执行 苏党生是连连叫苦 刘副县长 我就是有天大的胆子 我也不敢违抗曾县长的命令 不是我不给钱 是真的拿不出来 刘洪民继续质问道 开发区的钱 你怎么就能拿到出来呢 是啊 就算排名靠后 他好歹也是一位堂堂正正的副县长 地位在那摆着呢 现在同样都是县长的签字 结果开发区拿到了钱 他这位副县长 却一分钱都没有拿到 这让他这张脸往哪搁呀 传出去 这封庆县还有他的立足之地吗 人喝一口气 佛争一炉香 这个理儿 刘洪民是无论如何 也要跟苏党生争到底的 否则他咽不下去 曾县盯着苏党生 冷冷地问道 苏党生 在政府常务会议上 你可是拍了胸脯 向我保证这笔钱 不会出任何差错 当初 苏党生确实是做了保证的 现在又出尔反尔 这让曾义也很生气 连县长都敢糊弄 你苏党生的胆子也太大了 苏党生抹了一把额头的汗水 曾县长 您请我解释一下 情况稍微有一点变化 曾义把手里的茶杯 狠狠地磕在了桌子上 发泄着心中的不满 就听苏党生接着说道 原本我的计划是 是先发放开发区的 征地补偿款 然后等这个月的财政 转移支付款到账 就立刻发放 刘富县长这个项目的费用 每个月的七号 省财政厅都会按时 把财政款拨付下来 只是苏党生脸上直冒汗 说话也磕磕绊绊的似乎是出了很大的状况 刘洪明生气的追问道 这是什么 七号就是前天 也就是说在开完政府会议的第二天 省里的款子就应该拨付下来了 可直到现在 苏党生也没给自己钱呢 苏党生就说道 这个月的财政款 省里到现在都还没有拨付下来 昨天我已经联系了省财政厅 工作人员说 可能会晚几天 时间无法确定 现在还有一个情况 县里每个月发放干部职工工资的日子是10号 这话一出 连刘洪明的脸色都变了 明天就是10号 明天就是发工资的时间 可苏党生现在却跑来告诉曾毅 说是省里的财政款没有拨付下来 这要是传出去 整个县里还不得炸了窝呀 曾毅狠狠地捏了一下拳头 心想 这个苏党生还真是油滑无比呀 谁都不肯得罪 眼前的这个局面 不用想都知道 这是葛世荣搞出来的阴谋轨迹 开发区在征地工作上大干快干 目的就是要把县财政局的资金一笔抽干 在这个时候 如果省里的财政款再不能及时发放 那么整个封庆县就会面临没有一分钱可用的尴尬局面 葛世荣费尽心思设计了这么一出戏 无非就是要给曾毅难堪 以前县里再怎么搞 工资那也是照常发放的 现在新的县长一来 又是引来了大投资 又是要建设民工子弟学校 全都是大手笔 结果呢 却把大伙的工资给搞没了 让大伙都勒紧裤腰带 给你搞工作 这怎么可能呢 谁也不是靠喝西北风就能过日子的 到时候拿不到工资 风轻向的热闹可就大了 你这个新来的县长 绝对是微信扫地 今后谁还会听你的 省财政厅 没有及时拨付财政款 这么大的事情 按说第一时间就该向县里汇报 可苏党生这个财政局的局长 却硬生生拖了两天才来汇报 既配合了葛世荣的阴谋 又没有得罪曾毅 因为他毕竟还是提前向县里汇报了 这明显就是要骑墙看戏 准备谁得势就往谁那边靠 这一点才是曾毅最为痛恨的 也更坚定了他拿下苏党生的态度 曾毅贺文道 苏党生 你给我说实话 县里现在账上 到底还有多少钱可以用 曾毅心里的怒火 也有些不可压抑 苏党生想了一下 伸出两根手指 还有二十万 二十万 刘弘明就觉得眼前一阵眩晕 二十万能够干什么呀 光是县里这些常委和副县长加起来 每个月的工资都远远不止这个数字了 曾毅冷冷地说道 你这个财政局长当得可真够可以呀 他撂下这句话就站起身来 再也懒得多看苏党生一眼 竟自推开办公室的正门 出门上楼 找张忠明汇报情况去了 县长办公室里就只剩下了 刘弘明和苏党生 刘弘明咬了咬牙 指着苏党生说道 苏党生 这次神仙都救不了你了 苏党生 只是抹着额头上的汗水 心里却并不慌张 别人都认为他是在玩火 但他可不这么认为 眼下县里的局势 只能是说新来的县长 稍微打开了一点局面 可谁输谁赢 都还是未知数呢 曾县长的后台 听说是省里的副省长陈卫民 可葛世荣的后台也丝毫不弱呀 在这种形势未明的情况下 自己为什么要急着表明态度呢 上一任那位县长的教训 才过去没有几天 谁知道最后谁走谁留啊 刘弘明站起身来 也不跟苏党生废话 他刚才也已经注意到了 曾义在得知这个消息的一刻 没有慌忙 更没有焦虑 只有冷漠的愤怒 这种表现很奇怪呀 明天就要发工资了 可今天县里的账上 还只有二十万 换了任何一位县长 都不会是这种表现 这都要火烧眉毛了呀 曾县长有这种表现 只能说明他根本没有 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或者是早就有了应付的办法 总之苏党生这回绝对是完蛋了 再说张忠明 他一听到曾义的话 直接就从座椅上站了起来 二十万 曾义同志 怎么能出这种情况呢 说完 张忠明就在办公室里 焦急的躲了两个圈 最后双手按在桌子上 明天就得发工资了 这是要出大乱子的呀 曾义仔细观察了一下张忠明的表现 最后在心里确定 这次的事情应该跟张忠明无关 看他的表现 也是绝不希望发生这样的事情 得知消息之后 曾义首先就到张忠明这里来了 目的是想弄清楚 张忠明到底有没有参与这次的事情 他想知道县里面到底还有多少隐藏着的对手 俗话说 明枪一朵 暗箭难防 对于这样的暗箭 曾义绝不希望再挨第二次 他必须趁对手跳出来的机会 争取一次性 全部解决掉 曾义就说 张书记 眼下最重要的是如何度过这个难关 张忠明沉着脸思索片刻 事情重大 关乎着我县的稳定大局 马上召开一次会议 把大家都叫过来 一起想想办法 好 我这就让人去通知 曾义站起身来 张忠明的这个回答让他很满意 至少张忠明没有把责任推卸出去 而是选择了大家伙一起想办法 半个小时后 封庆县的常委们都到了常委会议室 张忠明神色严肃的看着大家 连语速都比平时快了许多 就听他说道 同志们 今天把大家叫过来 是因为发生了一件很紧急的事情 长话短说 这个月的财政款 胜利至今还没有拨付下来 明天就是县里发工资的日子了 大家都想想办法 看如何度过这次的危机 常委会都被这个消息给惊呆了 谁都清楚这里面的干系有多重大 在党政机关里 靠工资吃饭的永远都是绝大多数 很多人就指望着工资过日子 这要是发不出工资 封庆县的天都得翻过来 大伙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全都是不敢置信的表情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以前可从来没有发生过呀 封庆县的财政虽然不算富裕 可也不能算贫困 财政上总会有点余粮啊 怎么会闹到连工资都发不出来了呢 张忠明狠狠地看着苏党生 苏党生 具体情况你来讲 缺口到底有多大 苏党生还是那副模样 抹了抹额头的汗水说道 全县所有党政事业机关单位的缺口 加起来大概有两千多 话没说完 张忠明猛地一拍桌子 我不要成大概 他这个县委书记 对于县里的情况远比增益清楚 至于谁搞的鬼 谁做的配合 他一清二楚 要不是现在不是追究的时候 他恨不得活剥了苏党生 苏党生一激励 总的缺口是两千三百七十二万六千四百五十三块六 这个时候 葛世荣猛吸了一口言 皱着眉闷声说道 两千三百多万啊 如果是几百万的话 我们几个想想办法 说不定还能解决 可这么大的一个数字 要如何解决呀 我们又不是开银行的 更没有印钞机 而且明天就要发工资了 现在只有不到一天的时间 叫我们如何才能找来这么一大笔钱吗 郑辉煌看了他一眼 发现葛世荣放在桌子下面的右腿 又不由自主的晃了起来 联想到前几天开会时候的情景 郑辉煌顿时恍然大悟 原来葛世荣是早有预谋啊 张忠明用手指的关节 轻轻地敲了两下桌面 发不出工资的后果 各位心里一定都很清楚 相信大家也不愿意看到 这样的局面发生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 赶紧想办法解决 大家都讲一讲吧 看看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他这是在提醒葛世荣 现在可不是发牢骚的时候 会议室里一时有些安静 吸烟的吸烟喝茶的喝茶 大伙的表情都很凝重 在座的常委们 哪一个不是分管一大摊子室啊 如今离了钱什么也玩不赚 回头手底下 那些各部门的人得到消息 过来找自己哭穷要钱 也是件很头疼的事啊 两千多万 那可不是一笔小数字啊 又只有不到一天的时间 大伙就是神仙转世 也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变出那么多钱呢 这种情况下 谁敢贸然发言呢 纪委书记吴光辉 见没人说话 就掐灭了手里的烟头 说道 前几天的政府常务会议上 开发区不是刚拿到了 三千六百万的征地补偿款吗 可以拿这笔钱先印应急 等省里把财政款拨付下来 再给那些拆迁户 发放补偿款也不迟吗 堂堂县政府 难道还会赖了他们的钱不成 吴光辉说这话的时候 是对着面前那个笔记本讲的 可矛头却直指 坐在他对面的葛世荣 开发区一直是葛世荣的地盘 他这是要给开发区制造一点麻烦 上回马魁山跳楼 受打击最大的就是他吴光辉了 他心里很清楚是怎么回事 只是没有证据罢了 葛世荣谈了谈烟灰 吴书记 据我所知 开发区已经把这笔钱 全额发放到那些拆迁户的手里了 这装进了老百姓口袋里的钱 我们总不能再强行掏出来吧 吴光辉气的拿杯子喝了口水 索性不再说话 心里却恨不得撕了葛世荣 自己这位纪委书记 刚抖了两天的威风 就让马魁山的案子给毁了 前途一片暗淡 曾毅坐在那儿 脸上什么表情也没有 葛世荣倒是也费心思了 三千六百万的款子 在短短两天的时间就发了下去 这说明那天开会时 王东根对自己说了谎 很可能那两户 没有签拆迁协议的人 其实早就签了 否则绝不可能这么快 就完成发放的 宣传部部长肖伟一直对刘洪明有意见 此时也有样学样 准备给刘洪明下点半子 就听他说的 刘洪明同志要建民工子弟学校 不也是刚批了八百万吗 我看这个事倒是可以还几天 只要度过这个难关 面包总会是有的 财政局的局长苏党生就说 肖部长 这笔钱刘副县长其实还没有拿到呢 原本是准备等省里下破财政款 就给刘副县长拨款的 可是 肖伟尴尬的咳嗽了一声 打断了苏党生的话 刺激这个主意算是瞎了 还白白当了一次恶人 张忠明的一张脸 此时带着浓浓的黑气 这都火烧屁股了 让你们出个主意 结果主意还没出 就先斗得不可开交了 缠沙子下半子的 皆而有之 张忠明本来想点名 结果看了一眼 坐在右手边的专职副书记宋明华 就又把话咽了回去 宋明华在常委会中 就是个最忠实的举手党 你让他举举手还行 可让他拿出两千万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葛世荣此时拿起茶杯 在喝水的同时 向坐在旁边的曾义看了看 心里非常得意 哼 你小子平时要五喝六的 这个时候怎么变哑巴了 怎么不抖你县长的威风了 放下茶杯的时候 葛世荣说道 同志们 我们封庆县的财政情况 一直是自给自足 但是又略有盈余 发生今天这样的事情 实在是令人想不到 这是个很大的教训 值得我们今后始终牢记 并且任人反思其中的原因 在座的常委们 谁也没有去搭这个话 这话明显就是冲着曾义去的 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这样的事 为什么你曾县长一来 略有盈余的财政状况 就变成了入不敷出呢 所谓要反思原因 不过是要让大伙的火气 都发到曾义那去 没有你曾义的大跨步 也就没有现在的被动了 宣传部长萧伟 紧跟着葛世荣也开了炮 目标直指增益 其实只要我们把工作的进度 缓一缓 安排得更有调理一些 这样的事情 我看完全可以避免嘛 其他人虽然没有跟着一起发炮 但心里难免也是有些想法的 长天小说首席医官 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明天同一时间 请继续收听